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就说他们有一个地方很远 微信状况都是令人的担忧 现在情况确实是很大的改善 迪亚拉出生于西非的马里 1984年她拿到奖学金被指派来中国学习西医 却被中医吸引 成为中国第一位外籍中医学博士 我夫妻国际红十字会的 大家以前经常跟我说过 你能做的 知道是好事不知做的话 这就是一个罪了 就下去一整就送来 不说病人的费用 1997年迪亚拉接到卫生组织的项目去云南做培训 她与一个特殊的群体乡村医生结缘 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做一点事情 对对你可以亲自的联想就去了 这位扎根于彩云之男的黑球恩 22年来义务培育了3000多名村医 渐渐的村民们都叫她黑球恩 2001年她受到政府的邀请 开始为异族村的村民义务诊疗 你可以点了一个 没必要两个 就点一个 异族村是云南省洪河州洪河县三村乡的一个村子 三村乡属于云南省最贫困的乡之一 也是国家级的贫困乡 村子里边有一个水源一点保护的都没有 但是找不到一家就是说没有健康病人的 光是一诊只是治标不治本 村民的病源来自不健康的水源和不健康的饮水方式 这是异族村的一大难题 在当地政府的扶持和帮助下 提亚拉发动村民进行饮水改造 从9公里之外的干净水源建立水渠引进村子 她和村民们爬到山顶去看新水渠 大家看 哎哟 你都把我挡住了 水渠经过几层过滤 经过挨家挨户 如今一族村每户村民都可以在自家门口 用上干净的饮用水 整个三村乡 迪亚拉都参与了基础医疗建设和乡村医生培训 如今村民们为了庆祝搬进新房 举行乔迁聚会 终于一定讲究一个天然相应的 现在和他们的环境和社会 各方面都在往健康的方向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